指 指 看起來腳封腳的嚴重 因為主要是它前面這兩個筆是一扭轉 所以那筆已經被扭轉到有點 鋒芒有點攪動 所以看起來就覺得 腳封比較多 所以它有點擦芒的效果 指 揉 揉 這裡稍微一點放鬆 所以它的線條並不是光潔的 是微微的占動著 這裡也是飽滿 變瘦 推出去 再口小小的 寫進一點 讓它連在一起 好 銅 墨多 所以就讓它寫出一點墨的 暈開的味道 不用把字啊 每次都寫得燥燥的 雖然現在人很喜歡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學古典法度 就是學跟這個時代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在這個時代很容易受到大家的影響 很容易大家寫的都一樣 每一個人寫的都一樣 那種風格啊 習慣都一樣 因為大家每天看的都是這些人 寫出來當然大家都會一樣 那學古代法鐵的最大好處是 它的時代跟你背景完全跟你不一樣 所以它會做出一個跟現在既然不同的 藝術 好 好 完完第一筆 它放得比較輕鬆 所以就有點晃動 並不是純直線 第二筆就比較腳鋒 尤其在這 經過這個地方 扭轉了以後 其實筆開始破掉 扭的 腳上去的效果 好 這個點也是破破的 擠在這個位置上 完 走 走 寫的還蠻重的 這裡就稍微放鬆 它可能沒有像我寫這麼破 不過意思就是稍微放鬆 這裡後面 它也稍微放鬆 這個點倒是有點小 好 這裡 一樣 這裡收緊 走 有 板圖要寫得小 比較緊 也是逆入平出 有時候逆入有時候平的 平入有時候圓入 不一定有 所以前面的起筆 圓的或方的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寫 它也嘗試讓它有點不太一樣 不要套什麼公式 一定是方或一定圓 有時候隨著筆性會有改變 這裡其實它也是放鬆 這個其實就是虛掉 這種虛掉比例在裡面並不多 那你說它為什麼可以虛掉 偶爾以下是沒有關係 其實寫字就是人寫的 人就是有點瑕疵才會覺得像人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有些字寫得很完整 而且不好看 因為不像人 像機械 反 從洞到洞 fo 防止 無寫 無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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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言